最近的一个早上 犹太教的拉比·乔丹·本达特·阿佩尔 去芝加哥郊区少母堡 看望他的穆斯林新朋友 法迪赫·伊尔蒂里姆 他们头一次相见 是今年1月在芝加哥奥哈尔机场 当时他们都在那里参加 反对川普总统签署的 旅行限令的抗议活动 法迪赫当时带着他7岁的女儿 玛丽·伊姆 而拉比·乔丹9岁的女儿 头上戴着亚莫克帽 骑在乔丹的肩膀上 一个摄影师拍下了这个场景 这就是我所代表的东西 我很高兴我来了 这个画面在网上传开了 原因是他所包含的信息 他们两人交换了电话号码 一两个星期后 拉比·乔丹邀请法迪赫及其家人 来参加安息日晚宴 这个事情就成了热门新闻 拉比·乔丹说 他们参加抗议活动的原因 是觉得他需要展示出 他与穆斯林社区之间的团结 我去参加抗议活动 并不是为了抗议川普总统 或真的是为了去反对任何一个人 我去的真实原因 是要为那些受到旅行限令 负面影响的人们鸣不平 所以当这位犹太神职人员拜访他的土耳其朋友 并在一起吃饭的时候 他们相互进一步了解彼此的文化和宗教的过程 就展开了 品着土耳其茶 吃着犹太丸子 无酱面包 用着山羊奶酪 这两个男子在彼此的陪伴下 心情很是舒畅 见到法迪赫最好的一点是 我觉得我并不只是见到了某个人 并与他进行了不同宗教之间的对话 这本身非常好 但是我真的觉得我交了一位朋友 这当然是我今天到这里来的感受 感到很受欢迎 感受到他们一家的殷切招待 我觉得在这很放松 两个家庭之间发展友谊的故事 得到了全国的关注 特别是在旅行限令引起争议的时候 另外川普总统还下令采取措施遣返无证移民 美国最近反犹太事件也明显增加 法迪赫也觉得 他们不同宗教中也有相似的东西 这实际上有助于消除仇恨和偏执 伊斯兰 犹太教和基督教 他们都有亚伯拉罕的传统 所以所有这些宗教都有这么多的相似之处 如果我们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些 我认为通过教育和宗教之间的对话和创业精神 我们是能够消除世界上的偏执 仇恨和歧视的 这两位父亲都觉得 为了他们和他们孩子之间结成纽带 在美国创造出一个更加包容的社会是非常重要的 美国之音雅齐部 芝加哥少母堡报道